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看到2017年第一个月份已有黑色星期五 今年有两个黑色星期五 一个在今个月 一个在今年的十月 代表开端及结束 10月份不是一个香港每十年有大市 07年、97年、87年、17年 大家可以留意 对金亦有一定的启示 最近我们见到金泽比较好 虽然一直看好些 过去两天有些比较重要的转变 可能要大家观察 看走势 昨天的金亦可以说再造上升 终于上升到1200 最高上升到1206.9 比我预计多了少少 过去两天大家知道 美国那边新奥巴马退潮 特朗普上台 一直到今时今日 仍可以当这套是闹剧或电影 但到下星期四 正起上台时 究竟市场会发生甚麽事 如果大家留意第一次国际记者会 或新闻记者会 可能会发现究竟是否风险更大 所以会发现美金或股市 也有这样的状况 似乎有点失望 这是否美国的大救星 但看到似乎他的言论 甚至乎市场给出来的反应 似乎不太好 当然了 在昨天试过日之后回落 其实现在回落 已经试过1200 也算是过1203 是否应该要调整 其实如果看完美国经济数据 未来发生的时间 再看美元指数 在2017年第一天 便已上到低下 亦正在调整 再加上黑天鹅 大家应该会调整 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 和什么时候结束 和会调整多少 现在看到美元指数 已经做了两段下跌 今天是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是否会做获利反弹 而现在开始大家要注意 虽然美国未来的经济 是否有新的总统上来 甚至有些失望 但又要这样说 如果这样的话 金额为何要升 如果看到美元出现了 一些大家觉得有问题 一直都很强调的事情 如果美国有货币危机 金的取代性才有 欧洲一直都没有起色 但美国现在觉得什么都好 如果连美国也有问题 那金才有机会 让大家有一个更想象不到的声势 什么叫做 美金是否有问题 其实很容易看 假设美金照上来 但金是会和美金一起升 或看到美股升穿某些价 金又会飙升 即是你担心升这一段是风险 所以我觉得以今天来看 我会买美金反弹 可能今天我会建议大家沽金 因为价格上也做了我们的目标 但今天可能会成为 大家作为一个后市观察 大家要知道下星期才是气肉 而今星期或上星期只是演习 演习得好不好 就看你的技术 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至于详细的价格 晚点放公司网站 今日的报告到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